芸汐是怎么从十号手中要回护币的 差点在石村就地澄清 为从十号手中讨回护币 芸汐孤身一人远走千里 好不容易敦覆到了十号本尊 却因一场误会闹得不欢而散 无奈之下 芸汐只能一路尾随 最终还是靠着帮十号夺回灵药 才成功融入了队伍 十号虽然主动邀请芸汐加入 但对于归还护币一事 却只字不提 毕竟十号的皮修属性并非浪得虚名 可荒域大劫即将降临 时间所剩无几 芸汐若是再不想办法讨回护币 她所在的天人族必遭重创 最终 芸汐是如何让十号松口的呢 跟在十号身边多日 芸汐并未开口讨要护币 只是默默在一旁相助 战神要门 寻黄蝶 芸汐几乎不遗余力 她或许是想以承动人 让十号主动归还 对于十号而言 她已经将芸汐认作朋友 自然不会在意区区一件神灵法器 只不过 以芸汐紧张的程度 十号猜到 在这背后必然隐藏着天神山的秘密 为了将真相套出 十号才迟迟不愿归还 单纯的芸汐却并不知道这一点 只能一直黏在十号身边 等待开口机会 十号为了套出天神山的秘密 火同火灵儿等人上演一场拙劣的戏码 十号负责唱黑脸 扬言芸汐若是在跟着她 便要将其扛回石村 当作村口的守卫 十号并非说说而已 话音刚落 便一把将芸汐扛在了肩上 并在芸汐的翘臀上狠狠拍了一把 羞得芸汐方寸大乱 却无法正开十号臂膀 火灵儿则在一旁拱火 怂恿十号将芸汐嫁给她的堂兄 这样一来 她就暗中解决掉了一个竞争对手 九头狮子金红 则负责唱红脸 九头狮子一脉 与天神山交情匪浅 开口求情 也是情理之中 九头狮子劝芸汐 将讨要护必的真正原因说出来 这样一来 她才好像十号讨要 芸汐却始终不肯开口 毕竟这是官族中命脉 怎可轻易泄露 见芸汐的态度如此强硬 十号换出虚空兽皮 载着众人 静止朝十国西江飞去 那不正是回石村的方向 对于十号的无赖行为 芸汐早已见识过 将她扛回石村 并非没有可能 思寸之下 芸汐终于还是松了口 那一对护必是钥匙 可以开启一座太古法镇 离开这大狱牢笼 场中众人揭备芸汐的话正在当场 所谓的大狱牢笼 莫非就是荒狱 离开大狱牢笼 又可以去哪 十号被芸汐的消息完全震住 一时间竟忘了将其从肩上放下 为了挣脱 芸汐甚至不惜咬了十号耳朵一口 堂堂天神山圣女 被十号逼到如此地步 芸汐这辈子注定逃不过十号的手掌心 站稳身形后 芸汐缓缓道出了荒狱大劫的部分真相 对于尊者静下的修饰而言 荒狱大劫并不可怕 反倒是一次崛起的机会 因为近九成的尊者会在大劫中彻底消失 许多势力都将重新洗牌 但天人族乃上谷大族 族中尊者遍布 必然会遭受一次清醒 为了渡劫 天人族只能冒险开启上谷传颂法阵 博取最后的一线生机 芸汐答应 只要十号归还护币 她可以让十号与七族人一同逃离荒狱 对于芸汐的说法 十号不得不信 毕竟芸汐此前紧张的态度不是装出来的 但此事牵扯甚广 十号一时之间也想不清楚 唯有回村请教柳神 恰好众人此时已在十国西降 回村不过是顺道而已 十号以柳神赠予的枝条 打开了十村结界 映入芸汐等人眼帘的是一片真正的世外桃源 灵气生腾 仙草灵兽遍布 村头的柳树荡漾着无穷的光玉 只是看上一眼 神圣的气息便席卷芸汐等人全身 芸汐与火灵儿沉浸在柳神的神秘气息中 无法自拔 十号趁机将两位仙子扛在肩上 静止奔向了十村 在十村的乡亲看来 十号这是带着媳妇回乡醒亲了 各位书白大婶轮番恭喜 根本不给芸汐和火灵儿开口解释的机会 村长石云峰更是提议当晚就举行婚礼 吓得芸汐和火灵儿不知所措 好在十号最终出面解释 这次回村并没有澄清的打算 只是先带回来 让大家参考参考 芸汐和火灵儿才得以解脱 为了一个护币 芸汐差点将自己卖给了十村 柳神在得知情况后 被天人族的传送阵颇感兴趣 并打算陪着十号一同前往天神山归还护币 芸汐的任务这才算是勉强完成